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Eric 然后今天我要介绍一位重量级的表妹 她就是我们今天的表妹 Buntun妹 哈啰 我是Phoebe 然后我今年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 对 然后我就是主业就是 My insurance under Prudential 然后我也是有做一些就是part time 就是教跳舞啊 然后就是KOL 还有就是 Basically 然后自己做一点 卖一点 You know 那种产品这样 所以她一个人是做很多份工 所以income是很可观的 没有办法 谁会先钱多 这样子你是从什么时候是 你开始接触到KOL这个行业 是今年的MCO吧 就MCA 有点闷闷这样 闷闷这样 就突然间 哎呀 OK啦 私下咯 没有东西做嘛 那时候又想到 如果可以抓到一点set income 还是什么也好 就这样子 加入了这个KOL这个东西 之前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表哥 去接触你 是你没有见过 可是你又怎样会相信他 来join这个行业 是有见过啊 朋友朋友嘛 嗯 朋友的朋友就 这样咯 而且那时候 就也是知道有几个 在KOL里面也是认识有几个人这样啦 我最近是在Instagram还是在Facebook 看到一个叫文尊妹的一个称号啦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看是 文尊妹这个称号是怎样来的吗 呃 基本上咯 就是一间 property的 呃 developer啦 他们就是 他们就要打广告 然后就找我去做他们的一个 就有人拍一点短视频啊 做他们的ambassador这样 然后他们就帮我取了一个名字 叫文尊妹 我也是不知道啦 然后就这样子 就一直有这个名字出现了 可是你出去外面 是有没有人会叫你文尊妹这样子 还是有的 最近有少一点啦 因为最近没有video zoom啊 你可以接受到这个这个title吗 可以啦 可以啦 同时你也是武打老师 你是哪一方面的舞蹈呢 因为舞蹈有分很多个类型 一个是芭蕾 一个是街舞 然后芭蕾就最近没有啦 因为那时候自从MCO后 因为这种studio全部都不太能开 然后芭蕾那边就已经够老师了 所以我们那边就暂时就不需要到我啦 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 然后街舞咯 街舞也是 也是MCO又关 然后又开一下子 开一下子 然后又关 所以这样 那你强项哪里芭蕾还是街舞咧 嗯 很难讲耶这个东西 芭蕾毕竟是从小学到大 从小就学了 从六七岁就开始学你学 学到大咯 也是有考完啦 只是还没有考到老师的设计啦 街舞 HICOP的话就 它没有不需要那种设计那种设计啊 还是那种比较technic的东西 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哪个比较强项 现在两个我都喜欢啦 你要不要先抢来一段 对 没有啦 有啦 想做高我 你是不是见过很多广告耶 广告啊 就有几个咯 像那个property啦 还有一些 呃 还有 就 公司里面的一些 嗯 也不多啦 那种 sponsor 是他们sponsor你产品 带你去试用这样子啦 呀 sponsor产品咯 通常是没有走咯 就是做一个review这样子啦 嗯 所以如果有产品要sponsor 他可以做一个review 那你会喜欢拍广告吗 其实是 你讲拍那很容易哦 也不容易哦 尤其是如果有一个人的话 就是在家的 我哪一个人拍产品啊 因为没有人帮你拍哦 就很麻烦 你讲在家自己拍 你要想caption啊 你要怎样拍啊 就有点麻烦 可是你会自己edit in the video吗 啊会啦 你会这一方面的东西啊 嗯 我也是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的 虽然很辛苦啦 因为一点懒多edit 啊 youtube channel 哈哈哈哈 这样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比较死人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想 Phoebe是单身的 现在 哈哈 这问题啊 嗨啊 single but not available 为什么会single not available 是什么原因呢 嗯 但是就 我给你选啊 第一就是你还没有找到你的白马王子 第二就是你想为你的事业再拼 第三就是 你的要求很高 OK出了二 你可以选一或三 蛤 这么出二 那你给我二 还这么 因为二那个我们全部人都知道了 嗯 其实我要选不高度 还好啊 这样 这样为什么还是single lo not available single but unavailable single but unavailable 就是还没有遇到啦 还没有遇到啦 还没有遇到那个 如果这个视频出节了 会不会遇到更多 应该不会啦 哈哈哈 看嘛看 看缘分哦 OK 你有什么目标诶 比如讲 因为今年已经差不多过完了嘛 明年你有什么目标诶 哇 明年的目标啊 我希望 第一大概是Covid 现在快点end掉它 才可以这样 你的目标诶 很多东西 就是一经年了很多 就是因为这个Covid 碰到我们的目标中 变到 来得改啊 不然就是比较难达到之类的 嗯 所以讲 事业上啊 就希望可以 有一点突破啊 啊突破咯 就是 比如啊明年的话 就希望可以比今天更突破咯 在事业上面 然后 事业 像爱情啊有什么突破嘛 爱情啊 哇 也是希望啦 希望有突破 希望遇到那个 希望明年有遇到对的人啊 嗯 个人目标 I mean 希望可以去旅行啊 今年有没有打算去哪里旅行 可是 因为Covid的关系 然后就没有去到 哇 今天多咯 今天本来 嗯 他说想要去中国的 因为他没有去过中国 也去不成 就cancel flight 嗯 八九月的时候 回来可能 要去一个 看来也不知道 可能欧洲啊 可能欧洲啊 那边也是去不到 嗯 很多啦 其实 这样你在这个 KOL这个领域 你从中 你有学习到什么 跟你启发了什么 嗯 学习啊 我觉得就是 其实我本身咯 你讲 还是 然后 现在 再一点 比较好一点点嘛 对 还是不会 shine 比较好一点 没有 还是现在比较好一点嘛 比较会演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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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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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个 不要拉 fick till you make it 他等 fick till you make it 还有 exposure就会比较多了咯 你的 exposure就比较多了 你 exposure就比较多了自然 为什么也是比较容易咯 很多 这种都是 yeah picking 圈子 小 所以要有 exposure咯 你出去外面 人家就懂你这个人 是在做什么行业 然后就可以增加你的人脉 今天 我们的节目就到尾声 所以 如果你想要我们 再问什么问题 或者是想问哪一位表妹 你记得在comment那边写出来 然后我们帮你安排他 上来这个节目 ok 这样这一期就完了啦 下一期见 拜拜 这样子 是什么原因 是你还没有prepare好自己 哪一方面的prepare 哈哈 没有啦 做哪工作嘛 就是因为 做啦 工作那个 不会选 那个是每个人的结果 没有 结果那是真的 ok 我不放点了 不要我不要就要 不要趴过来的 但趴过来会被伤害 所以 我也不认识了 很多啦 很多啦 请多